外卖小哥送餐仆中 意外穿越到异兽师姐 化身成了一只鸡 转身就被穷奇脚踩饼 幸好他拥有无限复活的功能 转身就咬下了穷奇的一根腿毛 之后竟然触发异兽进化系 不多是便进化成了一只带有穷奇腿毛的鸡 我 我这是穿越了 这 这么 我要这腿毛何用 既然穿越了 那我应该是有金手指的吧 金手指 来 难道我没有金手指 你并非没有金手指 你 你是凤凰 没错 但我同时也是你的之路人 那我为什么会穿越到这里 那那么多废话 穿越了就穿越了 这本一首世界之难纳好 包你一条小命 我该怎么样才能回去 我的外卖还没送完 等你把所有肾术啊 熊术啊 妖术啊 都吞噬一遍之后 你就可以回去了 那我现在可以吞噬你吗 当然不可 吞噬 随着一道金光亮起 白云竟真的吞噬了凤凰 还想骗我 这下我应该能直接进化成凤凰了吧 吞噬进化开启 以吞噬目标 凤凰 进化点 未知 下意形态 再多看一眼 什么叫再多看一眼 突然白云感觉 体内一股强大的力量在翻头 原来再多看一眼的意思是 再多看一眼就会爆炸 你再多靠近我一点也会融化 凤凰的声音再次响起 难道你也会复活 你只能吞噬比你弱的一手 强性吞噬比你强大的一手 会使你暴提而忘 那我也能进化成凤凰啊 每位传越者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最终会进化成什么样子 我也不知道 奴隶进化吧 少年 这 我的外卖 你能帮我送一下吗 要超时了 自古就流传一句话 讲致富先露术 首先要盖机撤住 不多时 一个简易的鸡舍就搭建完毕 鸡舍LV1 每天可产生一只一级小鸡仔 难道我还有建造天赋 吞噬 就三点经验嘛 那我再多建造几个鸡舍 一阵倒过过后 十个崭新的鸡舍出现在观众老一文面前 第一 鸡舍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鸡舍居然也能进化 开启进化 鸡舍LV2 一天可产出一只成年鸡 另外有10%的概率出现一型鸡 一型鸡 可别是我打不过的那种 吞噬 为什么也才十点 不应该是三十点吗 突然鸡舍里又走出来一只奇怪的鸡 奇怪的鸡 特点 很奇怪 特殊能力 可以通过打鸣吸引周围的铜类 可以吸引铜类 那这不是妥妥的刷怪机器吗 我要把它圈养起来 好了 开始打鸣吧 真是奇怪的叫声 一段时间后 奇怪的鸡的面前多出了很多成年一手鸡 并且其中还混杂了一只猪 吞噬猪不会影响我的智商吧 开始吞噬 吞噬成功 进化点一百二十点 下一等级三百点 开始进化 进化后的白云体型比之前大了三倍布置 并且掌握了新技能 吞 恭喜进化成功 新形态 李力 新能力 挖洞 我这是进化成了什么东西啊 像猪又像鸡 难道是融合了猪和鸡的基因 白云越想越气死 没以为能成为万鸡之王统领万鸡 结果却为一只猪搅黄了大鸡 算了 能跑动也好 危险时刻 我还能逃跑 既然进化成了猪 那么俗话 又说得好 即我住不下 猪圈来救驾 白云来到了远一点的地方 准备多采极限木材 我采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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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应该够了 白云刚回到营地 就开始建造起了猪圈 一 猪圈LV1 每天可产生一只一级小猪仔 果然猪圈也有等级划分 吞噬 等我多建造几个猪圈 既不是很快 就能开启下一次进化 可是好巧不巧 这时的天空突然下起了雨 还真是天空不作美 教我小猪腿 突然白云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了 我会挖洞了 挖一个地下猪圈 不就行了 王宫 为什么还没有提示 难道地下的猪圈不算吗 算了 忙了一天也该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 白云被一阵机名吵起 我没让你叫啊 回到地面上 白云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 怎么会有这么多异兽鸡 你是叫了一晚上吗 这次可别再有奇怪的异兽 混在里面了 吞噬 这下距离下次进化 就只差61点进化点了 今天的鸡舍和猪圈 也该铲出异兽了吧 说来就来 说来就来 吞噬 接下来就去远一点的地方探看吧 奇怪的鸡 你接着叫 白云来到了一个湖泊边 发现湖里有不少跳动的鱼 云光一闪便坐下了绝地 我会挖坑啊 应该也可以建造个鱼塘吧 开灶 完工 这里以后就当作我的鱼类 异兽养殖基地吧 鱼 鱼塘LV1 每天可产生三条一级小鱼 三条 感觉比鸡舍和猪圈 给的进化点要多啊 吼 昆士 果然便宜美好货 一手两手不好过 塞牙缝就塞牙缝吧 好在可以进化 我挖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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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鲤鲤形态挖动天赋的加持下 白云很快就挖好了十座鱼塘 丁 鱼塘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丁 鱼塘LV2 每天可产生两条成年鱼 另外有8%概率出现一兽和罗鱼 一兽和罗鱼 难道是那个一个头 十个身子的鱼吗 应该有不少经验吧 吞士 对了 猪圈 猪圈也该去进化一下了 先去采集些木材 回到营地 白云开始建造起了另外9个猪圈 这一忙就是从白天忙到棒 终于建好了 猪圈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猪圈LV2 每天可产生两只小猪仔 另外有20%概率出现金猪 金猪 听起来好牛的样子 不知道能不能帮我送外卖 这是猪圈里白光闪耀 其中还掺杂着一丝金色的光 难道难道他来了 光芒散去 两只小猪仔和一只金猪出现在白云面前 我果然是天选之子 恭喜获得金猪 金猪可用于膨胀小猪仔 有30%激励膨胀失败 金猪唯一次性产物 我命由我不由天 全部膨胀 膨胀成功 猪仔LV3x2 吞士 进化点刚刚好 1 吞士进化开启 下一等级所需进化点1000点 开始进化 1 恭喜进化成功 新形态玄规 新能力绝对防御 可以抵抗一切低级异兽的攻击 这次进化还行 最起码送我个房子 什么声音 哪里来的蛇啊 我说 绝对防御 哈哈 这下咬不到我了吧 过了好一会 白云探出脑袋 竟发现那辣条还在旁边 你是怎么回去 我吃你家大米了吗 白云转过身 想压扁这个小辣条 嗯 去哪里了 刚才明明在我身后的啊 难道说 它是长在我身上的 怪不得新技能 是绝对防御 原来释防它的 天色不早了 该睡觉了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便 我睡觉你也要敲 真是绝对防御 什么都扛得住 就是扛不住 你这个扰民的辣条啊 一夜过后 又是新的一天 鸡鸽干得漂亮 又吸引来 这么多异兽鸡 猪圈也有了新的猪仔 村市 我的海鲜 也该刷新了吧 吞噬 嗯 吞噬 吞噬 怎么吞噬不了 我的鱼呢 突然水里冒出来一个脑袋 一 和鲁鱼 等级LV3 无特殊能力 难道我的鱼 被它给吃了 你还我鱼 我都是 和鲁鱼的气息做了下去 吞噬 这个老鸣 我真的服了 万水千山总事情 别敲我龟壳 行不行 我要抓紧开启下一次 进化好摆脱 你这个扰民的辣条 鸡舍书卷鱼堂 都有了 我怎么没想到乌龟窝呢 白云来到一片沙滩 准备建造乌龟窝 完蛋了 我忘了我现在不是李立形态 我没有爪子 我怎么挖洞啊 白云再次灵光一闪 有了 超级陀鲁 我转 一阵天旋地转后 白云竟真的转出了一个洞 不会是我 我 我好像起步来了 谁来扶我一下 没想到你除了扰民之外 还有点用处 接下来再往上面 铺点细杀就可以了吧 一 乌龟无LV1 每天可产生三只小公孙 好家伙 你们搁着 靠死捕累呢 把坤士 哟 小乌龟的进化点还不少呢 等我弄到二级龟窝之后 岂不是能大吞这坤 哈哈哈哈 就在白云得意忘形之际 穷奇从边而降 我说 这个家伙怎么还没走远 不会是还惦记着 我要他腿毛那见识吧 呦 意外收获 你最海鲜 穷奇张开大口就要吞了白云 云 绝对防御即将破防 祝你好运 什么破系统啊 倒是救救我啊 我溜 小命正要 房子再找 白云离开后不久 穷奇便老帅了龟壳 嗯 阿帮翠 还好我 有妙计 冷静的像镇定计 穷奇离去后 地面上赫然出现了四个大坑 这些坑不知道 我能不能回收利用 嘿嘿嘿嘿 鸣 龟屋LV2乘4 每天可产生四只大乌龟 另外有16%概率 出现一兽玄规 玄规 那不就是我吗 嘿嘿嘿 吞噬 但是白云却偏偏留下了玄规 拿来吧你 吞噬 等我以后足够强大 第一个就去吞噬穷奇 回到营地 白云照活路画条 建造起了二级机设 真是大工疼啊 冰 机设LV2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什么 你问我为什么不等机设产出异兽机之后再进化 我也想知道啊 可能作者脑袋卡泡泡糖了吧 鸡舍LV3 每天可产生四只成年一手机 另外有10%的概率出现一型机 8%概率出现聚机 聚机是多聚的机 吞噬 天怎么暗下来了 明明大中午的 白云抬起头 一只庞然大物出现的白云头 聚 聚机 冰 聚机 等级LV3 课点非常巨大 系统我能吞噬这个吗 完全可以 吞噬 500进化点 居然有这么多 冰 吞噬进化开启 下一等级进化点3000 开始进化 一 新形态 捆 新能力 牛叫 这算个屁的新能力啊 找了一只脚也就算了 新能力能不能有用一点 这牛叫原来这么响的吗 应该可以用来 吓走一些异兽吧 哟 肖熊弟感的不错吗 凤凰的声音响起 你终于来了 你能不能帮我 把附近的穷奇赶走 因为他我差点 小命都没了 你不是会俘获吗 对哦 我好像能够火 忘了这一茬了 单是俘获后 进化点会晴空 并且进化登记会腿一记 就是说如果你刚才北池了 那你俘获后就会贬成历历 那你这次是来帮我送外卖的吗 什么外卖对你这么重要 这单送完我就能成为金牌外卖员了 站长说会给我配辆新车 那我还是帮你干走穷奇吧 买卖不成人情在 我想回去送外卖 再不回去送外卖就要搜了 这个地方已经容不下我了 我需要找一块更开阔的地方 白云找到了一块绝佳的增地 就是这里了 牛棚 启动 白云飞的九牛二魂之力 终于将牛棚搭建 不是我不想快 而是形态 有点怪 没有手没法快 牛棚建好 你是厉害 我这个嘴还真有点帅 丁 牛棚LV1 每天可产生一只小牛犊 不仅每天能产生一只小牛犊 晚上还能产生一只独角牛 第二天一早 哎 你可别叫我吗 我可是牛气冲天 纯爷们 昆士 看来我的等级越高 所建造出来的基础异兽窝的进化点就越高 我要抓紧进化才行 今天的所有异兽窝也该产出了吧 为什么 为什么 我才四级 进化点就要三千 怎么不去抢 白云一边哭哨 一边哭哨的精力哭哨 逼哥 还好有你在 我的小可爱 帮我引机来 让我吞痛快 吞噬 可惜今天没有大经验输具机产出 一声鸡鸣响起 什么声音 此时鸡舍里走出来一只身方盔甲手持长毛的鸡 一 骑士鸡 稀有度 橙色 特点 非常强壮 能攻能防 橙色争属技能 武器库 可切换不同武器进行作战 我勒个斗 这也太强了 橙色稀有度 今后你就是我的保镖了 就叫你 叫你 名字让观众老爷们取吧 大家肯定会给你 取个威武霸气的名字 那还不快快参见本王 因白云没想到的是 骑士鸡绕过了白云 走向了奇怪的鸡 看来只要是鸡 都会被鸡鸡鸡吸引 你先在这里 帮我看守营地吧 我去吞噬下鱼塘 和龟窝的异兽 白云来到鱼塘旁 看来今日没有和罗鱼产生 吞噬 今天居然有两只玄龟 真是妙啊 吞噬 还真是多亏穷起 踩下的大坑 让我直接拥有 四个二级龟窝 回到营地 白云看着眼前的猪卷 忽然有了个不得了的想法 既然龟窝和鱼塘 都有概率出现异兽 那猪卷是不是 也有可能出现莉莉呢 到时候我让莉莉 去帮我挖屋龟窝 起富美哉 想到这白云又迫不及待的 开始建造起了猪卷 因为没有守的缘故 这一件就是一天一夜 累死我了 什么时候 能给我出个工程师机 一 猪卷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一 猪卷LV3 每天可产生四只小猪仔 另外有20%概率出现金猪 没了 就没了吗 莉莉呢 气筒 我莉莉呢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检测到附近有相同等级机设可进行融合 融合后有概率可产生一手莉莉 那融合后功能还在吗 在的 你可以放心 开启融合 好家伙 你就是这么融合的事吧 还能不能再揽一点点 因 融合成功 猪圈里有个鸡舍 等级LV3 每天可产生四只小猪仔和四只异兽鸡 另外有百分之 打住 我知道 有一型鸡和金猪 莉莉的概率是多少 百分之十六 一阵白果产入 其中还有些许意思 我严重怀疑 系统你放水 还是说我运气太好了 直接来的一只莉莉 李李点了点头 便跑去了沙滩 好歹我也是当过猪的人 为一点猪语 不过分吧 婚事 白云此时已经开始幻想 乌龟窝以后 产出的异兽会是怎样的惊喜 玄龟是龟 那玄武不也是龟吗 高等级的龟窝 有没有可能产出玄武呢 想到这白云 已经按捺不住自己的激动 可是你打不过 凤凰的声音响起 你又回来了 穷奇赶跑了吗 干跑了 试田半个月内 不会回来的 有居然已经 优了称色拼制的一手 还真是六道一时借了呢 加油惊话吧 少念 哎 外卖帮我送一下 你他妈 每次都不帮我送 以后一定也吞噬你 收集外卖 白云来到了沙滩边 此时的莉莉 已经挖了不少坑 真棒啊 我的猪猪宝贝 明天奖励你一只鸡 哪来的狗叫 是你叫的 你一只猪 怎么能狗叫呢 接下来就是我的工作了 我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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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一 乌龟屋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此概率出现一兽龙龟 龙龟是长得像龙的乌龟吗 那是个什么玩意儿 乌龟坑里白光杀 散去后却只出现了三只成年一兽龟 吞噬 你下次最好能给我铲出龙龟 不然我就放牛皮给你闻 脚地你继续在这挖坑吧 空间不够你就换个地方挖 白云来到狗旁 哎 又来都说了 别叫我妈 我是公牛 吞噬 希望下一形态是个适合建造的异兽 今日奋鱼堂 看来那场玄机啊 合罗鱼 来 来 来 怎么一条鱼都没有 这时水梨却冒进了泡河 过多时 一条合罗鱼飘了上来 怎么回事 是谁吃了我的合罗鱼 难道水底 水底有更强大的存在 在白云战耳欲聋的牛叫下 水梨翻滚起凶饮的水花 好像什么厉害的妖兽即将现身 来了 年轻的少年呦 你丢的是这只金河罗鱼海 到底是什么异兽 速速现身 水中再次翻腾起来 不多是一道黑影窜出水 一 异鱼 等级LV6 特点 喜欢潜伏偷吃 偶尔会证明银机比自己弱小的异兽 狗猴鱼 竟然还是六级异兽 这个打不过啊 战斗激素来助我 一声鸡鸣响起 战斗机散剑般的出现在了白云身旁 战斗机上 打坏它 但是要留一口气给我吞噬 一阵烟雾散去 鱼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不愧是橙色品质异兽 战斗力果然彪悍 干得漂亮啊 吞噬 居然一只就有一百点进化点 要是有这个异余的鱼躺 那很快就能进行下一次进化了 但是这条鱼究竟是怎么出现在我鱼躺里的呢 白云百思托得起锦就无可奈何 年轻的少年用年轻年 算了 先回营地吧 自从没了那扰民的蜡条 身边果然就清静了不少 但是好像也有点太清静了 鸡哥 我鸡哥呢 鸡哥去哪里了 鸡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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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哥你在里面吗 我鸡哥呢 谁偷了我鸡哥 突然白云注意到地上有一串脚印 难道是有什么东西 趁战斗机不在的时候 把鸡哥偷走了 战斗机我们走 去会一会这个家伙 白云来到一个山洞里 鸡哥我来救你了 鸡 就是你偷了我的鸡哥是吧 一 孟怀 等级LV3 特殊能力 野蛮冲撞 还不等白云看完介绍 孟怀一个剑步就冲了不来 快救我 快救 救 救 救这 我还以为多厉害呢 白云一声牛叫 吓得孟怀魂飞魄魄逃脚 我还以为有多狠难 原来是小鳖3 怪不得要偷偷带走鸡哥 你有什么实力啊 直接给我坐下 鸡哥我们走吧 就在白云准备回营地的时候 一个亮闪闪的东西吸引了白云注意 这是什么 一 基因球 可用其将两只异兽进行融合 仅可用一次 生气啊 这也太牛了 那不就是说 我有可能合成神兽了 能到永远 白云思考浅 究竟该如何使用基因球 目前拥有的异兽 只有猪 鸡 鸣 鸣 牛 毒 鱼 乌龟 玄龟 我该选拿两个进行融合呢 很纠结 白云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 对了 只说了两只异兽 又没说其中一只不能是我啊 结合之前 吞噬穷起腿毛的经验来看 我是可以拥有一些其他异兽特点的啊 想到这 白云两眼眼光光 恨不得原地飞升 这次肯定不能选玄规了 我讨厌辣条 和鲤鲤鲤融合怎么样 能加快我的建造速度 白云来到了沙滩地 小弟先别挖了 奖励你一只鸡 你过来 我有事跟你说 鲤鲤匹边匹边地跑了过来 基因球融合 扔出去的一瞬间 基因球变得无比巨大 并把白云和鲤鲤卷入球中 一阵天旋地转后 系统提示音也随之响起 鲤融合成功 这 这也太奇怪了吧 这个脚是什么鬼 或许我解锁了 新的行走方式 白云回到鱼 战斗机站到我腿上 机甲合体 天下无敌 有了爪子 我就能快速建造 二级牛棚了 你在这保护鸡鲤 我去去就回 来到牛棚附近 白云开始了建造 牛棚 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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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愧有离离的基因 建造起来就是快 一 牛棚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一 牛棚LV2 每天可产生三只小牛毒 另外有12%概率出现一受亏 那我是不是可以量产奎牛鸡甲了 白云感觉现在的自己如意得水半步生天 好像马上就能吞噬穷起了一样 不是奎牛吞不起 而是奎牛鸡甲更有性价比 一阵白狗闪过 白云和小牛躲闷面面相取 哎 这你都叫得出口吗 没看到我有鸡爪和猪鼻子吗 吞噬 可惜今天没有奎牛产生 不然我就能机甲合体了 这两个大牛角还真帅啊 要是能带我头上的话 让我当个牛魔王也是可以的 该睡觉了 第二天一早 白云此事已经见怪不怪 只想开启下一次进化 两岸牛声提不住 这个崽子没法处 哎 好崽子们 吞噬 来到沙滩边 白云看到了一个 从未见过的乌龟趴在那 第一 龙龟 特点拥有肩不可摔的盔甲 技能 反伤 手机是可被龟甲反弹60%伤害 这就是龙龟吗 虽然一点都不像龙 但是进化点应该不少吧 龙龟 你过来 给你看个好东西 龙龟 你这哪是龙龟啊 你这分明是龙龟吧 昆士 两百进化点 真是小刀拿屁股 开了眼了 此时进化面板上又多出了一行小字 龙族血统 技统你是说龙龟具有龙的血脉是吗 是的 还真是龙龟龙龟已入腹 消息来得太晚 我没封住 你怎么不早说 我都吞噬掉了 早知道就让龙龟和我进行融合了 说不定能融合出什么 鹰龙之类的异兽呢 你是不是香得优点多了 凤凰的声音响起 怎么每次你出现 就是浇我一盆冷水 能不能带来 一点点好消息 好消息 那就给你一点点好消息吧 以你目前的登记来看 可以使着吞噬我的一根羽毛 若能承受主气力量 便有可能开启下一次精华 要不要试试 我命由我不由天 试试就试试 凤凰降下一根羽毛 吞噬 随着凤凰羽毛入口 白云竟开始闪烁起七彩光芒 但是这股光芒随后却转变成了红色 终于所带来的能量似义 白云的惨叫声也随之传了 我好像绷不住了 快救我 救我 一声爆炸声响起 烟雾散去 白云复活成了血灰 看来你果然还是成熟不住 这根羽毛腻溜着吧 等你绝在U把握之后再进行吞噬 还真试试就试试 可恶啊 又回到最初的起点 呆呆地站在沙滩前 可恶的蜡条 回到营地 你干嘛 万水千山总事情 别敲我龟壳行不行 这才几天没见你 就一直敲 鸡哥 战斗鸡 你们为什么围着鸡舍 难道 一声鸡鸣响起 看来是又有一行鸡来了 不多时 一只粉色头戴小发的鸡飞了出来 丁 幸运鸡 将其戴在身边可增加幸运值 幸运值累计至100点 是会转化为倒霉值 届时会发生倒霉的事 看来有力有弊啊 对了 如果让他帮我增加幸运值的话 我能不能吞噬凤凰羽毛呢 嗨 几个战斗鸡 你们稳静一点 幸运鸡 以后就叫你小美怎么样 OK 小美过来帮我增加幸运值 我要再次吞噬凤羽 小美腾空而起 绽放出粉色的光芒 啊 我感觉我变幸运了 吞噬 白云再次被光环包裹 顺利的是 这次光芒没有发生转变 一声爆和喘出 白云竟成功进化到了下一形态 一 鸡王 能力 统领万鸡 鸡舍号召力普肉麦克斯 特殊提示 凤凰血脉开启 最高点可进化为神兽凤凰 下一形态进化点5000 哈哈哈哈 来了来了 终于来了 从此以后 请称呼我为 鸡王 新技能 统领万鸡 应该是能使唤所有的鸡类异兽 这个鸡舍号召力 Pro麦克斯是什么意思呢 话说今天的鸡舍 好像还没产生异兽鸡 要是能快点 产出就好了 话音刚入 鸡舍便产出了四只异兽鸡 这是碰巧了吗 吞噬 好久没见到鸡鸡了 真想念啊 话音又刚落 鸡鸡凭空出现 这次也是碰巧吗 小美 幸运值累计多少了 小美头上浮现出一个进度条 居然直接累计到了90 这么费幸运值的吗 坤士 还是鸡鸡给的进化点多 要是能再来一只 就好了 话音又有刚落 再次凭空出现一只鸡鸡 白云震惊的同时 也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这就是鸡舍Pro Max技能的用处吗 难道我能一直召唤巨鸡 再来一只鸡鸡 然而这次鸡舍却没有回应白云 看来是有上限的啊 吞噬 白云又看了一眼幸运值 还是保持90不变 果然巨鸡是通过技能产出的 那刚才那一下 进化居然就消耗了90点幸运值 真是左灵右火 雷攻住我 危险啊 还剩最后10点幸运值 用在召唤鸡舍一行鸡上吧 随着小美的吟唱祝福 鸡舍里传来一声鸡舍 但是小美的光芒也同时转变为黑色 鸡舍里白光和黑光交替 不断闪烁 天空下起了暴露 雷鸣刺起 战斗机也罕见地挡在了白云身前 居然引发了天地异象 到底是何方神机 被控几百年 老夫今日终于能出来活动活动了 丁 阴阳机 品质 弹红 与黑暗与光明交界出所生 掌握光与暗的力量 其身杰恶不幸 力量十分强大 媲美二十几亿兽 怎么产出这么个玩意 难道是幸运纸与倒霉纸 同时作用下的产物吗 阴阳机 坐下 你谁啊 当命令往复 阴阳机狠狠地看着白云 仿佛又生吞活泼了他一样 重领万机不管用啊 怎么办怎么办 对了 小美发动一半幸运纸解困 小美 随着小美幸运的发动 空中出现了七彩神光 凤凰 这是凤凰来了 少念 我刚想起来一简史 但 这之即是 凤凰 你们居然认识凤凰 凤凰快救我 我不想再变回玄规了 笑一样 几败念过去了 没想到悔一者中防尸见面 汉物 我现在可没干什么坏事 你可没有理由制裁我 当然没有 那下次再见吧 小兄弟 感谢你把我放出来 因阳机阳场而去 不愧是新形态机网 既能同领万机就是好用啊 来鸡 吞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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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我通过吞噬凤凰的羽毛 开启了凤凰血脉 那我接下来应该要把鸡舍升到四级 毕竟凤凰也是鸡 五彩斑斓的鸡 不知道凤凰会不会打篮球 说到这儿 白云开始建造起了三级鸡舍 哔哔呆 flies Norway 定 鸡舍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这次的进化时间好像比以往要长啊 进化结束 崭新的鸡舍赫然出现 这哪是进化啊 这是变异了吧 丁 鸡宝 传说中鸡王的住所 每天可产生20只异兽鸡和10只护卫鸡 另外有10%概率出现异形鸡 8%概率出现聚鸡 16%概率出现鸡王 白云震惊出了鸡脚 鸡王 我不就是鸡王吗 为什么还有鸡王 一山不容二虎 一鸡不容二鸡 战斗鸡若有除我以外的鸡王出现 立刻抹除 鸡宝里白光闪现 不迂回 20只异兽鸡便走了出来 紧接着10只护卫鸡走了出来 并且白光还未停止 该来的总会来的 一声威严的鸡脚传出 一只不一样的鸡走了 哦不 飘了出来 白云大叫一声 啊 飘啊 1 鸡王残魂 灵体 可输功能 监控 精神链接 什么嘛 原来是个摄像头 鸡王一号 你就负责监控营地周围的安全吧 吞噬 战斗鸡 这10只护卫鸡就交给你命令吧 你们来守护周围的安全 OK 点兵点将 全体都有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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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声声鸡名响车伤 换有震天汗抵制气势 突然 白云脑海中传来了一些图像 是鸡王一号传来的屏幕共享 这就是精神链接的功能嘛 好家伙 白云此时居然变成了监控室 这技能可太有用了 这样一来我就能远距离观察周围的一切了 这是什么 一个长得像是宝箱的东西半楼在空地上 听着鸡王一号不断地催促 白云也意识到这个东西不简单 我知道你很急 但是你先别急 我马上来 来到宝箱房 系统提示随之发出 一 青铜宝箱乘一 开启后可获得进化点乘500 未知道具乘一 真的是宝箱 白云迫不及待地打开了青铜宝箱 一 开启成功 进化点加500 公报鸡丁乘一 啊 通天了这是 居然给我个公报鸡丁 看着眼前的公报鸡丁 白云不禁流下了愤怒的口水 公报鸡丁就公报鸡丁 你以为我不敢吃吗 吞噬 是二舅的味道 真是临身时见路 海蓝时见晶 田野里遇宝 宝藏里遇旧 居然还有600点进化点 二舅的味道更香了 对 而这天在基地不远处 又发现了一个宝箱 一 青铜宝箱乘一 开启后可获得进化点成500 未知道具乘一 居然又来一个宝箱 自从上次那个青铜宝箱 开出我二舅之后 都给我整出心理阴影了 白云再次打开宝箱 开启成功 进化点加500 辣子基乘一 基同你是不是成心 和我二舅过不去 崩溃了 我真的崩溃了 那就让我来检尝一下吧 吞噬 这次是二姨的味道 回到营地仪式第二天一早 小美帮我给鸡舍 加持幸运值 争取出一个异形鸡 鸡 小美绽放出纯净的粉色光芒 我感觉我变幸运了 鸡舍里散发出白光 不一会 大量的一手鸡和十只护卫鸡 走了出来 紧接着一声奇怪的鸡脚传出 一只头戴厨师帽的鸡 缓缓走了出来 丁 厨师鸡 可对食物进行烹饪 有30%概率出现黑暗料理 厨师鸡 那不就是说 我可以让它做公报鸡丁 和辣子鸡吗 想到这 白云难掩兴奋 恨不得让厨师鸡把自己断了 正好这些异兽鸡还没吞噬 厨师鸡 你去给我做一道 公报鸡丁出来 厨师鸡一脸焦急 好像在有什么东西 哎呀 厨师怎么能没有厨具呢 莉莉 你过来挖个灶台 一眨眼的功夫 莉莉就挖出了一个灶台 用的洞 你是不是只会挖洞啊 白云亲自上阵 不一会就建好了一个灶台 厨师鸡 来吧 公报鸡丁辣子鸡 小鸡灌蘑菇 白切鸡 随着厨师鸡的一顿倒步 一盘色泽鲜艳的黑暗料理 出现在了白云眼前 你确定这能吃吗 很纠结 刚吃进去白云就吐了出来 这这是什么东西啊 好难吃啊 居然还扣进化点 厨师鸡 你是不是想毒害阵 而厨师鸡也不惯着白云 直接给了他一瓶底部 好像在说 厨师鸡悠悠离去 哎 你怎么走了 以后谁给我做饭啊 我走了 你别在门口 行李有话都不想再说 行 坤士 这样一来 战斗机的小弟们 就有二十只了 是时候给这支队伍 起个名字了 观众老爷们 来给我 这支训练有素 人模狗样的队伍 起个乱七八糟的名字吧 小莉莉 你跟我来 来到沙滩边 金瑞怡铲出了不少异手龟 坤士 小弟 你以后就在这帮我挖屋龟屋 挖得好有奖励 一听到奖励 李莉两眼冒光 立刻充满干计 猪脑子就是好乌友 哈哈 来到牛棚 你怎么不叫我妈了 小牛独脸色羞红 好像再说也不是不可以 白云见状立刻吞噬 还好我吞得快 差一点就被认亲了 凤凰凤凰 自从上次吞噬了你的羽毛之后 我便再也控制不住 体内的凤凰血脉 我是不是快要进化成凤凰了 你猜 那我进化成凤凰后 咱俩也算同类了 你能帮我送下外卖吗 经过白云这么多次的请求后 凤凰的心态也发生了一点变化 行吧行吧 那就帮你送一下吧 感谢凤凰老铁送走的卖卖 凤凰离去后过了一会 厨师机慢悠悠地走了回来 厨师机你去哪了 我还以为你不要我了 厨师机摆了白手上的东西 你这瓜饱熟吗 哭他 我问你这瓜饱熟吗 我做了厨子大哥 原来你是去找食材了 快帮我做几道菜 我感觉我马上就能开启 下一次进化了 你稍等 我去给你抓两条鱼 正好鱼堂的鱼还没吞噬 做一道糖醋鱼 怎么样 厨师机没有理会白云 并熟练地跳上了灶牌 开始烹饪菜品 不一会 就做好了一盘不知名的东西 冰 鱼鸡 油鱼和鸡混合的菜品 食用后可增加600进化点 同时解除负面状态 六 就连菜品居然也有变异 吞噬 啊 this looks delicious 厨师机能不能再做两道菜 OK 发动技能 鸡舍号召力 一下子鸡舍就走出来食之鸡 交给你了 我的预处 噗噗 能被如此肯定 厨师机也炒得更慢 烹饪截土 两盘子菜闪闪发光 冰 大盘鸡 食用后可增加800进化点 冰 菜鸡 由花菜和鸡所炒成 食用后可增加500点进化点 同时有概率使食用者发生异变 然而白云着急下一次进化 根本没仔细看菜品介绍 吞噬 吞噬 丁 吞噬进化开启 下一等级所需进化点 一万 丁 恭喜进化成功 新形态 比翼老 新能力 集思广益 飞行 果然新形态是鸟类异宙 这样就更接近凤凰了 新能力集思广益是什么意思 突然白云又冒出来一个脑袋 你是谁啊 我是白云啊 你是白云那我是谁 果然两个白云好像明白了什么 难道这就是集思广益的意思吗 多一个脑袋 多一个思路 你真好笑啊 脑袋上长了个菜花 你脑袋上不也有吗 新形态会头上长花的吗 白云二号 你喜欢吃鱼吗 回白云三号 我不喜欢吃鱼 看来白云的新形态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突然系统提示音响起 鱼 累计进化五次 奖励基因球一颗 基因球 这次可得好好考虑下 怎么进行融合 那是什么东西 篮球 我们去远一点的地方看看吧 起飞 你在干什么 白云们摇摇晃晃的飞了出去 来到一片山谷 在这里又看见了新的东西 这是大象的骨套 什么东西能吞噬大象啊 突然一阵蛇的嘶嘶声传来 白云抬起头 一只巨大卢比的蛇 正死死盯着白云 盯八蛇 等级八十 特殊能力 破坏 缠绕 月级吞噬 恐惧领域 而白云此时已经吓破了呆 看着八蛇头顶黄色的八十级标志 和自己头上的六级标志 白云甚至望见了通过飞行来逃跑 这种级别的异兽 就算我的神机营一块来 也不够他塞牙缝的吧 发动技能集思广益 两个白云飞快的运转起了大脑 对了 我还可以飞行 白云二号 我们 而此时的白云二号 早已被吓得昏厥过去 就在白云绞尽老汁的时候 八蛇却突然张开了大口 不要吃我了 我上有老鸡 下有小鸡 还有一个嗷嗷待哺的未婚妻 我 八蛇晃晃悠悠的离去 原来是吃饱了 还好还好 虚惊一场 不对 他去的那个方向 是我家啊 快醒醒 家都要被偷了 你还在睡 快点起飞回家 什么会飞的钢琴家 白云再次摇摇晃晃的飞了出去 回到营底 白云却没有看见八蛇 鸡哥 战斗机 你们怎么了 只见一行鸡们不断颤抖 好像如坠冰窟一般 难道是八蛇的恐惧领域技能 什么时候出现的 八蛇发动技能的恐惧领域 一瞬间 白云仿佛看到了可怕的东西 外卖怎么才送来 我都老了 差评 不要啊 我说我去了一趟 异兽事件你信吗 你怎么不说你去M78了呢 一 收到一条差评 工资减二百 突然白云听到一阵蛇的嘶嘶声 八蛇 对 是八蛇 我现在应该在幻境中 对了 临走前带了一份鱼姬 可以解除负面状态 吞噬 白云回过神 八蛇早已消失不见 可恶 你敢耍我 我决定接下来 你才是第一吞噬目标 白云又给一行鸡们喂水的鱼鸡 哭哭哭哭 好长时间没去看莉莉小弟了 不知道坑挖的怎么样 来到沙滩宾 小弟 你居然挖了这么多 你过来有奖励给你 吃下这盘公报鸡丁 你就是全天下最猪的猪 莉莉两眼冒光 立刻开始吃了下来 莉莉吞噬的同时 居然开始散发出光芒 难道这是进化的光芒 光芒散去 莉莉竟长出了鸡车吧 因 会飞的莉莉 新增能力 飞行 原来异兽之间互相吞噬 也可以触发进化 小莉莉 以后你就是我的一员大将了 因 乌龟屋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因 乌龟屋LV4 每天可产生十只成年龟 另外有16%概率出现异兽旋规 14%概率出现异兽龙龟 28%概率出现彩蛋 彩蛋是个什么异兽 无龟窝白光闪现 不亦会便出现了不少异兽龟 是龙龟 基因球 融合 融合结束后 白云竟没有发生变化 为什么 为什么没有变化 白云二号 你有感觉到变化吗 白云二号 你撞我干什么 你没听见 我叫你吗 什么时候叫我了 好家伙 我知道哪里变化了 龙龟的龙眉变过来 龙龟的龙倒是变过来了 冰 龙阻血脉融合成功 目前拥有30%凤凰血脉 3%龙阻血脉 重要提示 龙凤血脉融合 开启龙凤胎能力 可对无敌意目标进行复制 冷却时间 30日 白云看着眼前的面板信息 更大了双诺 克 克龙 那我要是克龙战斗机 岂不是大大增加神机营的力量吗 小弟小弟 没想到你进化后 更像一辆摩托了 要是有鬼火之类的伪艳 就更炫酷了 一律好像心灵神灰 从屁股后喷出了 一斗屁 这就是氮气加速吗 突然白云想起上一集 产出的异首龟还没吞噬 哥墓三只悬崖乐猪 哥墓二只倒猪入库 吞噬 吞噬 这个老牛我真的服了 突然白云又注意到 独物龟窝二层的一个东西 这是彩蛋 丁 彩蛋 开启后可无视次元界线 获得未知道具乘一 我打 丁 恭喜获得家常菜一百道做法 详解一本 这啥呀这些 我要这菜谱有什么用啊 回到营地看到厨师机 我要这菜谱还真有用 厨师机这本武林密集给你 学会它成为厨师王吧 厨师王我当病了 冰 厨师机天赋升级成功 依受品质进化为蓝色 居然还能触发这种进化 真是山虫水腹已无路 菜谱进化封不住 进化后的厨师机暂时向远方移去 白云开始思考起了新获得的克隆能力 该究竟如何使用 就在白云思考的同时 凤凰飞了过来 呦 这次已经能命贤感觉到 你替哪还有的凤凰悬脉了呢 白云已经心里暗暗投降 凤凰不是也没有敌意吗 复制凤凰会如何呢 白云没有犹豫 发动技能龙凤胎 复制目标 凤凰你敢什么 梦塞吐了梦看 梦塞吐了梦塞吐了梦塞看 复制结束 两只凤凰赫然悬在空中 你敢什么啊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意味着什么 白云见凤凰如此生气 便知道自己床下的打祸 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 逆复制出了两个凤凰 啊 会有什么后果吗 那倒是没有什么后果 定夺就是你浪费了一个技能 我们就是刺凶痛梯 它是粉我是晃 我们随时可以在此喝梯 说的凤凰和黄就变成了一个整体 切不起切不起 白白浪费一个三十日才能用一次的技能 凤凰悠悠离去 如果上天能给我一次重来的机会 我一定会说 到了第二天 鸡舍充卷都铲出了异兽 并且图师机也晃晃悠悠的回到了营地 来吧我的御主 今天的异兽你随便用 哭他哭他 图师机跳上灶台 开始热火朝天的做起来菜 不一会儿 源源不断的公报 鸡丁辣子鸡鱼鸡菜鸡大盘鸡就做了出来 并且还做出了一道新菜品 丁 酱鱼 由各种香料和鱼所制成 食用后可增加500进化点 酱鱼 鱼鸡 酱鱼 鱼鸡 霸王鱼鸡 丁 霸王鱼鸡 食用后可增加1200点进化点 同时可短暂增强弹跳能力 并解除负面状态 还真是万物皆可融合啊 昆士 这个老牛我真的服了 好家伙这一下就有一半进化值了 下次进化岂不是指日可待 白云从未体验过 一次加这么多进化点 兴奔的跳了起来 而这一跳竟差点跳出了大气层 这就是短暂的增强跳跃能力 要不是我现在是鸟类一兽 这一跳我怕是要重开了 而这天白云在野外探索时 又发现了更高级别的宝箱 兵白云宝箱乘一 开启后可获得进化点乘一千 未知道具乘二 宝箱居然也有等级划分 不知道在计较嘎拉里 会不会有华丽宝箱 白云迫不及待地开启了宝箱 兵开启成功 进化点加一千 获得海鸥成衣 薯条成衣 这啥呀这是 这海鸥有什么用啊 突然白云脑海中具象出了一幅画目 哎 有了 白云跳上海鸥 并把薯条挂在了海鸥面前 起飞 目的地 码头 去码头整点薯条 去码头整点薯条 白云在天上飞行的时候 却遇见了一只鸡 什么鸡能推这么高啊 难道是无人鸡 吞噬 刚才好像有系统提示音 响了一下 白云没有多想 静止飞向了码头 鹰 无人鸡 凤凰的监视技能 不意会白云便飞到了码头 海里不断有鱼跃出水面 就在鱼群飞到半空中时 却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阻止了白云的吞噬 什么情况 水里浪花翻过 不意会 一只庞然大物便浮现水面 卷 卷武 鹰 玄武 等级一百 四神兽之一 拥有不可撼动的身躯和极强的领地意识 特殊能力 百万堆压力 顶级防御 战斗威压 剧毒 范围地震 玄武大吼一声 显然白云刚才的行为 已经惹怒了这位大狼 玄武跳上陆地 不断踩踏地面 一时间竟引发了地震 白云想飞离此地 却发现有一股强大的威压环绕 白云竟抬不起势 为什么 前几天才刚遇见八蛇 今天就遇见玄武 真是活不了一点 摆烂了 白云躺在地上 看上去已经接受了 即将退化成机王的事实 就在那玄武即将踩扁白云的千军一发之际 白云身下一道亮光闪过 这 这是 外卖 对 我的外卖 还没送完 我不能在这倒下 没有撤退可言 这道山峰地 白云怕是凶多吉少 现无 这只鸟你可不能对它动手 它是传越者 全有易经 凤凰 什么凤能把你吹来 你说它是传越者 你怎么证明 你看 这份外卖就是证据 玄武看到外卖后 居然解除了战斗为央 小子 以后不要再靠近我的领地 下一次就算凤凰来救你 你也要掉层皮 小兄弟 你嫌会去吧 感谢凤凰兄出手相助 来日必请你吃大盘鸡 白云飞快离去 凤凰 此前的数十位穿越者 都消散在了前期 少数成为顶级一兽的穿越者 也因为承受不住力量而走火入魔 你觉得这个穿越者 有没有可能完成连通两个世界的重任了 我觉得有希望 我可是一直盯着他呢 遇到危险是窝会出手 等两个世界一连同 我们便可紧攻他们的世界 到那时还有仰掌腻的盯记防御技能 来抵抗他们的攻击呢 但愿如此 说吧 玄武便回到了海水 而此时的白云 还沉浸在截后余生的紧张感中 丝毫不知道一场惊天阴谋 正在悄然滋生 厨师机快多做一些料理 刚才那只玄武太可怕了 再继续奉剑神级异兽的话 我还怎么早日回去送外卖啊 厨师机感受到了白云的决心 立刻上造给白云做起了菜 不一会儿 随着异兽鸡和猪仔的消耗 一堆堆料理就做了出来 除了常见的公报鸡丁辣子鸡鱼鸡菜鸡大盘鸡外 还做出了一道大杂烩 丁 大杂烩 食用后可增加1400点进化点 我愿把这道大杂烩和霸王别姬 一起称为料理界的神兽 吞噬 丁 吞噬进化开启 下一等级所需进化点2万 丁 恭喜进化成功 新形态必方 新能力控火 凤凰血脉进度70% 怎么就一个技能 还没有比翼鸟形态技能多呢 说起比翼鸟 白云才发现现在只有一个脑袋 不由的怀念起了白云二号 还有这脚下熟悉的图感 没错 白云的新形态又只有一条腿 来建造个鸟窝吧 鸟窝LV1 每天可产生三只小鸟 系统刚提示完 鸟窝里便出现三只小鸟 啊 这就没了 拴一下就没了 你们怎么比脆皮大学生还脆啊 白云又熟练地建造起了另外九个鸟窝 鸟窝已满足进化条件 是否开启进化 开启进化 鸟窝LV2 每天可产生五只成年一兽鸟 另外有16%概率出现一兽猪 猪 为什么鸟窝里会有猪啊 婚事 到了第二天 白云睡得正香时 突然鸟窝传出一声鸡名 什么动静 只见鸟窝里缓缓浮现出一双鸡的眼睛 第一天机 无所不知的先知 可对未来进行预测提示 天机 你为什么不从鸟窝里出来呢 还真是天机 不可泄露 天机天机 我大概什么时候 才能回到现实世界 送外卖啊 天机缓缓吐出了两个字 然后闭上了眼睛 哎 这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叫我猜 天机没有再理会白云 难道天机也是一次性产品吗 突然鸟窝残魂传来了屏幕共享 只见画面中一个闪着光的宝箱 屹立在一堆异兽梦怀之中 这难道是守护宝箱 我记得在现实世界的某款游戏里 被怪物守护的宝箱 一般都可以开出特别好的宝贝 鸟窝一号 我马上来 战斗机我们走 这么多异兽 正好试一下新技能控火 发动技能控火术 白云感觉体内有股热脑翻棚 来了 怎么是从后门出来的啊 就在白云即将撞上梦怀群的时候 我转 控火术之脑门插地 没想到吧 这样我就是一台喷火箱了 梦怀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就被白云的火焰屁烤成了猪牌 控火术 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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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停不下来 就在白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 战斗机走了过来 战斗机还真是快准很啊 一 黄金宝箱成一 开启后可获得进化点成三千 未知道具成三 黄金级别的宝箱牌是第一次见 我开 一 开启成功 进化点加三千 获得打火石成一 加长通风管道成一 风扇成一 我要这打火石有什么用啊 我本身就是可以操控火焰的异兽必方 倒是这通风管道和风扇有点用处 回到营地 厨师机看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呼唐呼唐 通风管道和风扇 说着白云在灶台附近组装起来 有烟机 大功告成 厨师机这样一来 你以后做菜的时候就不会让油烟呛到我了 好家伙 本以为是对厨师机的关心 没想到是让厨师机的脑心 听我说谢谢你 不用客气 厨师机快快用你的金铲子填补我空空的肚子吧 厨师机很快调整过来并做起了菜 但是好巧不巧 这时天空下起了雨 灶台的火也一并被焦灭 还好我可以用火 发动技能控火术 白云刚召唤出火苗就被雨水焦灭 这 这可怎么办啊 没有火 厨师机可怎么做菜呀 白云运转起了那小脑袋瓜 对了 刚得到的打火石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白云拿出打火石 可是我没有手该怎么打火啊 只能用那个办法了 只见白云把打火石放在了地上 然后一屁股 吃的苦中苦 方为鸟上鸟 我擦 终于点着了 厨师机快快做菜吧 可是这时的天空却慢慢放轻 天道好轮回 苍天饶不谁 而此时的幸运机也开始慢慢散发出黑色的光芒 厨师机快 可是厨师机已然消失在灶台上 大概又去找食材了吧 这时白云也注意到了小美第一场 难道说刚才的放行是因为小美你发动了加幸运的技能 突然小美不受控制的倒在了地上 糟了 难道厨师机不是去找食材而是遇到不好的事了 神机营何在 分成三队寻找厨师机 李李小弟何在 你会飞 你从天上进行搜寻 鸡王一号何在 你跟随他们 有发现第一时间开启屏幕共享 OK 凤凰你去 甘命令我 外卖还要不要送了 对了我发现有更多船员者们都说 外卖被我耸揍了 其实并没有 我只是答应等他进化成凤凰子 不送就不送 等我进化成凤凰 我自己送 神机营们和李李在营地周围到处搜寻 然而厨师机的鸡王没找到 却找到了一个绿色的瓶子 鸡王一号立刻开启了屏幕共享 这 这是 雷币 这不是现实世界的东西吗 难道周围还有其他的穿越者 神机营听令 过大搜寻范围 有会说话的异兽 立刻给我带回来 白云在营地等了一天一夜 神机营们才回到营地 而他们身上扛着的 还有一只鸡 求求各位高抬贵手 小的不知哪里冒犯了各位 还请大鸡不计小鸡过 放过我放过我 天王带地虎 宝塔正合腰 你也是穿越者 你也是 你为什么只是异兽机的形态 你是新来的吗 并非如此 其实我在这异兽世界 已有两年半之久 那你为什么没有进化呢 因为在某一天 我发现了凤凰的秘密 白云已经 什么秘密 我发现凤凰 就在两年半穿越者即将开口之际 凤凰赫然出现 发现了我的什么秘密 让我也来听一听 两年半穿越者看到凤凰后 打惊是怎么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路过二一 来 继续说吧 白云一脸呆萌的等待着穿越者的八卦 得 秘密就是 就是 大 就是凤凰上厕所从来不带纸的 他都是用羽毛擦屁股 你还真说 凤凰降下一团火焰 一瞬间 两年半穿越者就化来了鸡粉 不是吧 不就是不带厕纸吗 有必要如此这般吗 我也知道了 你这个秘密 该不会你也要 白云一脸惊恐 仿佛想到了不好的事 那你最好忘记折剪屎 别忘怪穿 你放心我绝对手口如瓶 凤凰悠悠离去 那我之前吞噬的凤语不惠 也是他用来擦屁股的吧 白云你先吐嘴 在另一边 刚被凤凰烟面的穿越者 此时复活在了一处山谷内 还好有穿越者复活的新手保护机制 下次可别再让我遇见凤凰了 你真以为自己抛的掉 凤凰的声音响彻山谷 我都没有说出你们的真实目的了 你还要追着我不放吗 为了紧攻你们实践的计划顺利事实 我可要派出一切不稳定因素啊 妖怪就怪你们在一时相遇吧 烟天 一阵烟雾散去 两年半穿越者彻底消散在了这山谷之中 与此同时 白云在营地也感受到了轻微的震动 怎么回事 天怎么突然红了一下 这一兽世界还真是危险啊 我得赶快找到我的厨师机 好多吃些料理 进行下一次进化 此时李李小弟突然飞了过来 并对着白云焦急的喊叫着 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 归礼 归礼 什么 你找到厨师机了 战斗机跟我走 神机营在这 守护鸡哥和小美 白云来到一处湖泊边 厨师机此时正在卖力地炒着菜 而他旁边趴着的 竟然是一只九尾狐 丁九尾狐 等级六十 危险而又迷人的异兽 传说部分九尾狐可幻化人形 特殊技能 魅惑 魏兽欲 魏刺 私有 怎么每次都遇到 我惹不起的异兽啊 而此时正在贾妹的九尾 也嗅到了陌生的气息 是谁 出来 糟了 被发现了 毕方 这里可不是你刚来的地方 居然会说话 事实能不能 和平共通 你旁边的那只鸡 是我的部下 把它还给我 我就离开 你怎么证明 厨师机 做一道大盘鸡出来 哭他 哭他 很快 厨师机便做好了大盘鸡 而且这次的分量好似 比之前海东 你看 让我尝尝 真是好吃到跳下 为什么之前做出来的 都是不能下烟的东西 那现在我更不想 还给你了 怎么办 不如这样 我们做个买卖 我让厨师机 每个星期来 给你做一次饭 作为交换 你要做我的小弟 做你的小弟 我结尾狐就算是饿死 从这里跳下去 也绝对不会 来做两次饭 大哥 此后我就是你的小弟 为你按钱马后 在所不思 厨师机 我们走 哭他 哭他 传云走后 九尾狐头顶 长出了一根鸡猫 什么东西掉我头上了 你别去 而那份厨师机 做出来的大盘鸡 还留一点点残渣 没被九尾狐舔干净 正在悠闲地晒着太阳的时候 各种异兽也开始了铲出 厨师机 今天的异兽 你还是随便用 多做点新菜品出来 我去给你抓一点乌龟牛奶 哭他 哭他 白云来到沙滩兵 好长时间没来了 居然有这么多异兽龟 先吞一部分吧 吞噬 居然还有三个彩蛋 我咋 我咋 我咋咋咋咋 兵 恭喜获得豆猫棒成衣 猫薄合成衣 猫条成石 这这这 我又没有异兽猫 为什么要给我这些东西啊 白云又来到牛棚 牛棚也是遍地都是牛肚 吞噬 回到营地 白云身上已是盆满钵 厨师机 我回 厨师机 你在干什么 只见厨师机锅里有一只异形鸡 正在不断的征扎 我勒个豆 白云迅速救下了异形鸡 吐噬 吐噬 丁 太美鸡 一无是处的鸡 飞动技能 听到太美鸡三个子 任意鸡子时会唱歌 啊 这技能还不如给炒了算了 厨师机 你把 厨师机 鸡 丁 我的御主 你把这些食材都做成料理吧 吐噬 在厨师机做菜的期间 白云也没有闲着 再次把鸟窝修建到了三间 开始进化 鸣鸟屋LV3 每天可产生十只异兽鸟 另外有16%概率出现异兽猪 15%概率出现异兽笔异鸟 终于有笔异鸟产生了 太好了 太好了 这东西还真是烦人啊 在观察下 有没有特殊功能 再考虑要不要吞噬它 我好像还没吞噬过疫情机呢 此时的厨师机 也做好了大量菜肴 就在白云正准备享用美味的时候 九尾湖闯了见 有吃的怎么不叫我 想吃毒食是吧 你怎么来了 正所谓早起的鸟有虫吃 会觅食的狐狸不羞耻 要不然我们意愿一半如何 你怎么不去讲 哎呀 大哥不要那么小心嘛 我可是你的小弟 大哥照顾小弟不是应该的吗 就在九尾湖蹭白云的时候 却在白云身上嗅到了 令他无法拒绝的气息 大哥 你身上是什么味道 好上涛 难道是猫部分 这个东西吗 太对了太对了 就是这个味道 这是什么东西大哥 这是猫磕快乐球 明明狐狸是犬磕的 也抵抗不住嘛 这种感觉太美妙了 太美妙了 太美 试着鸡怎么回事 没事不用管它 大哥 以后我就住这里了可以吗 我不是菜了 你就给我吃个什么快乐球救醒 那你以后负责这片营地的安全 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大哥 吞噬 真是美味啊 真是美味啊 美味啊 你太美 再叫 请 请 尽管吹午夜 我 我 我 真得弄个嘴套 给你套上 怎么这次做出来的菜 味道不太对 厨师机 你放什么东西 进去了 铁牛牛肉面 尝尝 我不吃牛肉 冰 铁牛牛肉面 厨师机仿照家常菜100道做法详解做出来的菜品 食用后可增加1000点进化点 拥有一定概率开启狂暴状态 据说牛肉面和葱花更配哦 厨师机你没事吧 刚才不小心失去荔枝了 还好适合鱼鸡一块吃的 立刻解除了负面状态 这道菜以后还是先别做了 我怕我再次失去荔枝 哭他 哭他 你这就知道吗 好 药 肥皮 你 favor 面 杨